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花一块五毛钱 买了三块嫩豆腐 给大家分享一道既家常 又美味的菜肴 出锅 真的是爽滑鲜嫩 又下饭 将豆腐放在菜板上 从中间给它切开 然后先切条 再切成小四方块 切好,给它装入碗中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做今天这道菜 我们要准备点小葱和大葱 先把小葱 葱白 切成小段 切好 放在盘中间 大葱 取一小节 从中间破开 然后切丝 最后 切成颗粒状 切好 放一旁 几个蒜子 给它拍一下 更容易出蒜香味 拍好之后 切成蒜末 切好和葱白放一起 做这道酸葱烧豆腐 我们来调个料汁 一勺生抽 一点点老抽上色 来点蚝油提鲜 加一勺普林豆酱 这样豆香味会更加浓郁 一丢丢松茸 一丢丢白糖 中和下口味 一瓶勺的土豆定粉 再加入多点的清水 然后用勺子 给它搅匀化开 建议大家 像我这样炒菜之前 调个料汁 这样的话 在炒菜的时候 就不会手忙搅乱 搅好之后 我们先给它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 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我们撒上一点食盐 这样煎豆腐 煎出来既可以入底味 还可以减少一部分的豆腥味 油热之后 下入豆腐 我们选用是嫩豆腐 大家最好是用不粘锅 这样煎不容易坏 而且煎出来更加容易成型 全程开中火 给它慢煎 不停的煎 煎 煎至锅 滑动一下锅 使其受热均匀 大多两分钟左右 再将豆腐滚动一下 将豆腐煎至八面青黄 像视频中这样 表皮脆脆的 里面嫩嫩的 给它稍微抖动一下 还能跳舞的这种感觉 就可以 接着我们中间 给它发个萝卜 然后下入切好的蒜末和大葱 稍微给它煸炒一下 煸炒出香味 像这种小葱的话 不能提前加入 如果提前加入的话 会失去葱香味 大葱和蒜末炒香以后 我们再把调好的料汁 给倒进来 再用铲子轻轻的推动 让豆腐都充分的吸足料汁 使其充分的入味 哇 这个颜色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金黄透亮的 把汤汁稍微给它收的粘稠一点 让汤汁都附裹在豆腐上面 这样吃起来才会充分的入味 汤汁也不需要收的太干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然后把切好的葱罐给加进来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双葱烧豆腐 就制作完成了 给它翻拌几下 就可以出锅 美美的享用了 葱香味特别的浓郁 这样做的豆腐汤汁浓郁 鲜香下饭 家里大小朋友都爱吃 我替大家来品尝一下这个豆腐 吃起来外脆里嫩 特别的鲜香美味 做这道菜一定要选用嫩豆腐 做出来口感才会极其丰富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吃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打开心 你也不能打开 好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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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圆的橘子 这么大一个 红红的 Это变着 川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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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滟 柠檬 买入金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